男人捡到了一个小女孩 对方蓬头垢面 浑身看起来都脏兮兮的 男人有些于心不忍 所以每次看到小女孩时 总会点一份炒面给他吃 不过奇怪的是 在警察叔叔的帮助下 很快便查到了小女孩是有父母的 并且就住在离附近不远的地方 夫妻俩难免有些好奇 于是带着女孩准备将她送回家里 而看着灯红酒绿的屋内 夫妻俩终于是明白了 女孩的家庭情况恐怕很不乐观 果然第二天 小女孩又出现在了饭店附近 这次她再也忍不住 当即就找上了小女孩的父亲 然而对方却说 我跟你说 那孩子就是个仿生人 扔到大街上没人要 那就算是仿生人 那么小的孩子也不能不管啊 要不就好人当到底 你给我钱 这个女儿我就好心卖给你了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原来这禽兽父亲为了争夺家产 刻意买了个仿生人充当女儿 等家产分完后 这仿生人就对她没了任何意义 别说夫妻俩了 就是一般人听了都得咬牙切齿的 俗话说养子不欲莫作孽 这哪里还有一个人该有的人性啊 更何况两人四十来岁 到现在都没怀上一个自己孩子 这情况不就是当着面摧残着夫妻俩吗 也就在这时 男人终于下定决心 打算偷偷养下这个可怜的女孩 而在后面的日子里 两方的双向奔赴 这才有了像家一样的感觉 只可惜茅房里的石头 那真的是又臭又硬 没过多久 女孩的亲父找上了门 并向男人勒索起了生活费 如果不给 那他就会借着雇主名义 重新将女孩带回自己家中 男人给了 可勒索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男人都不知道 给出去了多少个生活费 甚至事情被女孩看到了 他瞒着夫妻俩 把自己攒的饭钱 也全部给了对方 只求能让他有个平静生活 我存的钱都给你们了 你们答应过 我不会再出现的 你们为什么要骗人 托儿 你在说什么呢 你到底做什么了 爸爸 他们不仅找你要钱 还找我要钱 你们这些人 干什么呀 警察还在上场 直到现在 女孩的身份被民谋部门发现了 访生人也将会带到 实验室里重新观察 这次 负责案件的承诺和安秋都承诺了 相比于其他成年访生人 这小女孩的离开 无疑是对一个家庭的最大毁灭 不过离开是安秋答应女孩 她会尽可能地向总部申请 在争取确认安全 并且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后 让其重新回到这个家庭生活 而这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更重要的是 最近城市里出现了一名杀人犯 对方专挑访生人下手 并且被他盯上的人 是一个都逃脱不了 所以将女孩带走未尝不是件好事 然而 他们还是低估了凶手的能力 就在安秋准备回家时 没想到凶手突然出现 对着他就注射了一针鉴定剂 只看到下一秒 安秋的瞳孔变了 进展露出了仿生人特有的铜色 后天中午 我们老弟房间 如果你想知道所有答案的话